老婆自打回来一句话也不说 别是让那个白花蛋抽当兵的给甩了吧 什么爹啊 养什么闺女 人家老白的啊 帮着还钱你不让 帮着还钱 那是要买咱们闺女 第八战 初冯 初冯 初冯哥 真能干啊 初冯哥 像我这样能干啥啊 这不上山捡点烧柴 超乎活的吧 初冯 赶紧娶个媳妇吧 就我这样呢 哪有钱呢 这跟我啊这说 志鹏 我倒有个办法 我有个表妹 叫桂花 我跟你说 志鹏 有事啊 姐啊 那个白书生 郑政府秘书的职位 我看可挡不住 还点生啊 志鹏 姐不想听你说白书生 姐 那个老白姐 可找我来说亲来了 苏生哥说呀 那是白秘书说的 他说你要是肯嫁给他 他就让我娶她表妹 姐 那彩礼仙也肯全报 再说咱们亲上加亲呢 姐 你就同意吧 就 就当你全为了我 好 要不谁嫁的姑娘肯嫁给我呀 志鹏 你看咱家这样 哪有钱给我说亲呢 你 你就全当为了我不行吗 你 你就全当为了我不行吗 志鹏 姐 姐不能这么帮你 姐啊 你就不能为 你 你这可怜的缺弟弟想想吗 你就帮帮我吧 志鹏 那样的话 姐的一生就会给毁了 你忍心吗 不帮拉倒 我就知道求你也没有用 你 当命是什么好啊 脱了军装不还是普通老百姓吗 心比天高 命比紫薄的你 放到镇政府的秘书你都不敢 你 你 你要是能过上好日子 我 我要天天雷给我纰漏 词颏 词词 冯老师 冯老师 给口粥喝吧 冯老师 可怜可怜我这个 无家可归的人吧 桃花 我来了 是我 我来找你了 是你 真的是你 是我 属猫的 我说过 把最后一条命给你 我说过我要来找你 真的是你 是你吗 你掐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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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行 跑哪儿去了 人家到部队去找你 你也不在 不用你找 我 桃花 再也不用你找了 我这不是来了吗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 你把我给忘了呢 我想过要忘记你 可是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后来我才明白 我要是不来找你 我会垮掉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按扯 桃花 我真的离不开你 说话 跟谁说话 爸 老婆快快快快 你看谁来了 林班长小林子 小林子 小林子 你来了 娟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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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娟儿儿 那个你们家有个人在药店上班是吧 是啊 怎么了 帮我买瓶安眠药 我听说啊 那当兵的又回来了 志浩 你要想娶媳妇呢 要得跟他们闹 把他们闹黄了 闹得个天翻地覆 我怎么闹我啊 你可真是笨死了啊 这个给你 这啥呀这是 还没药 他们要是不同意 就把这个吃了 那 那还不好药是 看你那样 生死不怕就是胆小 怕啥呀 我跟你说啊 到时候 我一个电话 你大夫就来了 你一吐就完事儿了 啥事没有 你要是不往大里闹 你真不如他们 那娶啥媳妇儿啊 那万一不行 那我不就完了吗我 这可是 对你跟桂花感情的考验啊 你要是把这个吃了 那桂花知道了 那不得感动的 哭得娃娃的 那不死心塌地的跟你啊 是吧 我不吃这个我也能装死 不行你看 想不想 拉倒吧 眼珠子还动呢 这对不行啊 可是 可是我 别可是 那桂花你还想不想要吧 我想啊 我昨晚还做梦了呢我 好 那就听我的啊 往大里闹 不同意就吃药 别怕 没事 没事 那你俩知道啥时候打电话找大夫啊 你们家要是同意了 你就赶紧来告诉我 你不来可就证明你们家不同意 七点钟 你要是再不来的话 我就打电话 找大夫来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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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活的还不如死了 说什么话啊 啊 混你这种东西 给我滚 我 我滚 我 我 不活了 我 我 和阿姨 我 和阿姨 发妆 莠查妇 和阿姨 和阿姨 桃花姐 桃花姐 明天上我第三节课我有点事 你能不能帮我带一带课 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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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走路也不小心 志鹏 志鹏怎么睡这儿了 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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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鹏你醒醒啊 志鹏 爸 妈 你们快来看啊 志鹏这是咋的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来 志鹏干净 来 别着急 别着急 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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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混小子 志鹏啊 是不是喝了农药了 妈 你别急 别哭了 志鹏 志鹏你醒醒啊 志鹏 你醒醒 志鹏 志鹏 你别吓我 还有救 别着急 还有救 志鹏 志鹏 他没喝农药 志鹏 志鹏 他不是吃安眠药了吧 我们又会吧 妈妈 没事了 我看他好像睡着了吧 麻松医院 来 帮我把他扎下来 挺快点的 挺快点的 来 来 走 走 快 白书生 冯志鹏好像吃安眠药中毒了 这事是不是跟你有关 说什么呢 没死吧 现在送医院了 给我接证卫生院 来 志鹏 这个药你是从哪儿来的 买的 买的 一次卖那么多给你 是哪个药点 我忘了 人命关天哪 志鹏 你干嘛 这啥事啊 你这 你干嘛 你这 你真想要死我 不是说好了 七点钟准时找大夫来救我吗 为什么不来 你太狠了你 志鹏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那我不是打电话叫救护车了吗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一切都不得了 这都是为了你好 不能大大一趴啊 等你的救护车来 我 我早就跟屁上西天了 你竟然真想害死我 我 我跟你没玩我 咱可不能把好心 当成驴肝肺啊 天地良心 我不骗你 我对日头发誓 我要是想害你 天打雷屁 行吗 行吗 来 志鹏他以前也不这样 是不是有人背后使坏啊 我感觉 江老师好像知道点什么情况 他还问我药是哪来的呢 还药瓶用出来的袋给装上了 你说了 我哪有那脸呢我 志鹏 你可千万不能把我给卖了 啊 我可不能白死这回啊 你说咋办吧 放心放心放心 我那个表玫瑰花一定嫁给你 行吗 你说了算 只要你信我的 把一切抱在我身上 江老师 恐怕 他不会轻易说点什么 你问他的时候策略点 舒娟啊 其实他没什么心眼 从小啊 就总爱让人糊弄 我就问他没问题 你欠的三千块冤枉钱 还差多少 看看够不够 赶紧给学校送去 省得他们再找你麻烦 喂 你的复言费都让我给交了 这又是从哪弄的钱啊 这两天 我战友给我寄过来的 我写信跟他们一说我这边的情况 他们回信说 虽然子弹不多 但那是支持我爱情第一线的 回信 回信 会计又不在啊 你插岗啊 是不是还钱呢 给我吧 白校长 这回啊我可还清了 耽误不了孩子去教科书了 好好点点吧 别跟我似的 好 好 你还真行 太花 太花 你弟弟没事了吧 没事了 多亏啊 开远送医院及时 对了 还应该谢谢你呢 要不是你发现得早 不然的话也完了 我最见不得那种事了 你不知道那天吓得我腿肚子直打哆嗦 都不会动态了 你猜的还真准 就是安眠药中的毒 一瓶呢 你说我弟弟平时也没有那玩意儿 他从哪弄的那药呢 桃花 你们俩站这儿说什么呢 白树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接姜叔娟 那个 我们订婚了 真的 对不起 我们先走了啊 走吧 正月个礼 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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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桃花的事 你爸妈同意吗 嗨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做主 你是想桃花去见见你父母呢 还是我不上门 去见见你爸妈呢 好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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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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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儿 来 坐 来 没事 来 坐下 坐下 我不是跟我爸说过吗 说今天带他回家来看 爸在他那屋呢 爸 回来了 爸 你忙 走吧 爸 你怎么就不能下去见他一下呢 我见他 他是谁啊 见你领回来的那个山沟里的姑娘 她陪你爸爸见吗 爸 你和我妈总像被野山里的人 这是跟你爸说话的吗 怪不得不对不灵力 这么不懂事 你是什么家庭背景 咱们这样的家庭 怎么能随随便便娶一个 山沟里的姑娘呢 再好都不能要 爸 难道人是由户口来区分的吗 你说以什么区分呢 你也有种子 对 开远啊 听爸爸的话把他送回去 那兰兰不比他强吗 你说 这爸爸还不都是为你好啊 你说 你们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啊 户口都落不到城里 爸 冯桃花家 他过去也是城里的 那 那怎么跑到山沟里去了 知青 倒不是知青 他爸爸是被下放到农村去的 他爸爸是黑五类 死刑下去的 那就更不能要 你不要把人都想得那么坏 你怎么可以找一个 有这样严重政治问题家庭里的人呢 他们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是普通的群众 不行 你要找 找一个干部家庭的 不说和我们门党互对 那起码也是 清清白白家庭背景的人 不行 什么不行啊 我告诉你啊 我说不行就不行 爸 我珍重地告诉你 我就是要娶他 我说全娶了 我还娶尽他了 你小兔崽子 反了你 你 他都给你灌什么灵魂堂了 啊 好好好 我去看 我去看 啊 我去看 我看看他 他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蛇 什么样的美女蛇 不用了 不用你去看 你也不配 畜生 你这个畜生 什么门党糊涂啊 你不就是一个区区工商所的所长吗 你还真把这身衣服 当将军服穿了 滚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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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都是我把他灌的 哎呀 你先消消气 你 你看看啊 你不想伤害你 我看他 我不想伤害 你和你父母的感情 我不是情愿的 我们 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说 我们还是分手吧 分手 分手也好 看你那样 吓得屁都凉了吧 说什么呢 说什么屁也屁的 你说分手也好 傻姑娘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记住你了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才找到你 我永远都舍不得离开 可你的父母不同意 可怎么办呢 有我 有我 你呀 真是 真是什么 干什么都是一副 一副什么 一副结局肚症的脸 这说你爸呢 啊 别看 把眼睛闭上 闭上 不准去偷看啊 别动 好了 睁开吧 我还想给你当绿叶 我还想给你当绿叶 我还想给你 strang诊 我 особ得 小白要快水吗 不 不 不要 干什么呢 你吓死我了你 没想到 你胆还挺小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说 那订婚 是怎么回事 还惦记上了啊 我看 你心里是有鬼的吧 你让我买那药是 记住了啊 永远不许再提这件事 嗯嗯嗯 哎呦 嗯 去吧 书全 嫁给我吧 我们和冯他伙同一天结婚 他什么时候结咱们就什么时候结 你不乐意啊 你不乐意啊 我 我乐意 你也得让人家事先有个思想准备一把 没事先没准备 你不乐意 我告诉你啊 可有乐意的 冯桃花什么时候结婚 我就什么时候结婚 臭当兵的 给他买一套衣服 我就给你买十套 他们家 要是摆十桌席 我们家就摆一百桌 他不信我比不过他 那 那我这个朕秘书 我不是就白干了吗 你跟我结婚 就是想为了报复冯桃花 那 那我成什么了 你不会乐意拉倒 好 这济什么眼泪呀 我乐意 这下军婚军用品 这下军婚军用品 店民用品 桃花 桃花 书军 什么时候来的 书军买东西啊 对 这不是那个 那 那那谁谁 林班长 对对对 林班长 林班长 你这个 领章冒灰怎么没了 你说这人可真是哈 这领章冒灰一没 这人就不一样了哈 我复原了 谁说的 他不是 他不是要提干了吗 书军 你这是 我们要结婚了 这是买点办喜事的东西 你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咱们一天办好不好 好 桃花儿 我们同一天办 我们同一天办 好啊 一天办 到底是当过兵的哈 说话办事嘎啵嘎啵的 想我教你 怎么办啊 冯大花儿 顺便告诉你一句 江淑娟 转正了 淑娟 祝贺你 哎 我的课谁在带啊 哎 谁也不用带了 刚才我说话说半截 以后呢 你就不用到学校去上课了 教师名额有限呀 好 冯桃花不用到学校上课了 哎 这不正好吗 城里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 正愁没办法跟学校打招呼呢 谢谢你啊 妈的 这小子 这小子我第一次看见他 我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 要是在战场上 我绝对一说就吐吐了他 看远 我们把日子过得 好好地给他们看 我们要在山里面 把日子过得好好地给他们看 俊鹏啊 我爹 我妈 还有我姨的意见呢 是你和我表妹的事 也早点张罗张罗 等天暖和了 就给你们办喜事 真的 我刚才那么一听 在桃花被学要清出来的问题上 要不是白家人白树生做的手脚 那就见鬼了 给志鹏弟弟介绍的那个桃花是什么情况 我这事不用外人管 也不用你们掺和 混账话 谁是外人呢 他是你姐夫 说是就要是了 我说你们呢 也别把人家想那么坏 那白树生要那么坏 还能够接受媳妇 我也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按说白家人 巴不得我们家遇到点什么天灾人祸的 他们才乐呢 还会和我们结亲家呀 桃花分析的没错 志鹏一个瘸子 上回安眠药的事情 瘸子怎么了 怎么啦 志鹏 对不起 我 我没吃你的喝你的 我累瘸啊 那个开远少说两句 志鹏 我就知道你得向上他说话 我告诉你们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我将来就是找个疯子 找个傻子 我自己愿意 不用你们管 你是解放军的班长 是个功臣 出于对解放军的热爱 我不能不告诉你 有件事情 我想向你打听一下 行 凡事我知道的 就是白树生的一家表妹 叫桂花的 你了解不 大叔 大婶 志鹏 被我刚才瘸子的话给伤了 这是我不对 不管从哪条来看 都不存在把一个好姑娘 嫁进冯家的道理 嫁进冯家的道理 你怎么来了 有事儿吧 苏生哥 我说 都叫乱套了吧 那从我表妹那儿论 我不是还听管你叫妹夫吗 妹夫啊 有事儿 说 苏生哥 我姐找那个对象上我们家去了 你说那个人 你说那个人 那人怎么了 那人怎么了 你说 你姐找的那个林班长怎么了 你说那人的心下啥那么多呀 上回啊 他怀疑是安眠药的事儿 这回又怀疑 是你们家把桂花介绍给我 是不安好心 他是高腰率董斌 那姜之娟走了 姜之娟要不走啊 我让她跟你说说我表妹的情况 她认识我表妹 苏娟现在在我们家呢 她去你家了 开月 桂花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她要是没问题 我就不是侦查兵 桂花绝对不是个正常人 你去哪儿了 我 我忘了跟你妈说 我妈家那边的亲戚 不用你们家招待了 你没跟冯她花说乱七八糟了吧 我妈说的关于我表妹的那些 婚都已经定了 再怎么说 我也得站到你家这边吧 舅舅走了 她执意离开家 去当上门女婿 老爷和姥姥 恨自己生养的儿子 让狼叼酒 骂舅舅大逆不道 可老爷 经不住姥姥的泪 妈妈的求和爸爸的劝 把家里唯一的那头毛驴 给了舅舅 姐我走了 姐我走了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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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